台开集团在花莲新天堂乐园 打造了外国的夜生活 消暑圣地 新天堂乐园的 Rock Park乐客创意市集 未来每逢周六 周日晚间六点开始 将会安排街头艺人 在现场来进行演出 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 凉夏的夜晚 前台最高的滑水道 游客们从最高处直接往下冲 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 这是为在台开新天堂乐园 打造一处夜生活玩水的好地方 热光雨处也是滑奖独木舟的区域 在夜晚也可以享受一下 玩独木舟的乐趣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天堂乐园 那我们除了开新农场 以及馆内有非常多的设施之外 今年的夏天 为了让所有的朋友们 晚上有一个非常好的 消暑的去处 所以我们创造一个星光细水池 在这个细水池里面 你可以玩立桨 也可以玩独木舟 还可以玩滑水道 同时小朋友到里面 泡泡水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希望在延远的夏日 这个星光细水池 还有这里的美食 以及这里的二手市集 提供给大家另外一个 夏夜的好去处 台开新天堂经理神君都表示 属下期间设计相当多的美食区 让大家来到这里 白天可以吃到玉里的臭豆腐 晚上可以吃到来自罗东的 一封葱油派 罗东的吗 对 吃过 所以在那边放点吃到会不会觉得很新奇啊 家乡的味道 吃起来的口感 就是跟罗东那边的味道相似 然后料蛮多的 新天堂开窗不同的游乐设施 让这一个多月的暑假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 也可以尽情的来这里一游 记得继续接下来